隔壁呈獻,精明網購葉賣流行榜 看我Cero的樣子,你就知道我餵食啦 但吃東西吃得那麼多,都要找些東西來燒一下 第二位 人網大大地的最新優惠,有質鐵觀音茶包 全部採用最美的鐵觀音葉簽製成 一盒有24包 試飲價只是30元 鐵觀音不止香氣腹育,回甘的餘韻還很悠長 還含有多種營養和藥效成分 有青森明目,殺菌消炎,減肥美容,延緩衰老等等功效 居民經常喝,還可以降低血脂,膽固醇 就連對減少心血管疾病都有益處 你還不快買一盒?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點,精明網購熱賣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大地贊助播出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靚波王這麼特別? 為甚麼靚波王的山鳥這麼優質? 為甚麼看球要來靚波王呢? 來靚波王吃過就知道了 詳情請上0812.hk或2399-0812通宵營業 食點心,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Time Owl Magazine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食戶 忍手點心推介,脆皮鮮蝦腸 真係菠蘿包,燒汁釀茄子 芥末鹹水閣,太子燒賣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菜街,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蛋白,杏仁茶才好走 香港人浪,敢講自豪聽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SOHO,林匡正,阿Ben,麥仔 大家好,歡迎收聽收看破地獄 今天又要鬼房 又有鬼房,又多隻鬼 多隻鬼,又是文昌,麻煩文昌 當然是一文不散,7月14日就過了兩天 7月16日,那些人說為何... 龍你7月14日是元首生日 是嗎? 娘已經元首 不過他厲害了,7月14日 你都是邪的 那些人問我們會否整個破地獄環節 我最近信了耶穌,去了天海燒燒 所以一天一地,所以不做了 蛤? 破地獄就不做了 節目就照做 其實這集錄的 因為星期六,首先我要追擊培政 不會教國民教育科 在將來三年,甚至以後都不會教的 不是單止今年 當然最近公布的小學 培政小學是未表態的 我相信那時候是星期五 你看現在星期六 你看新聞都應該看到 我現在應該身處在政府總部外面 可能正在發燃也不奇怪 或者正在爆屍 是嗎? 經過大老屍 我就不會爆屍的 在這場合我就不會爆屍的 對呀! 因為聽到我的聲音 就是星期四 我去了新西的選舉論壇 去了這個沙咀的足球場 那子民就看到 哎,喂! 他那時候任不進去坐 即是在那些選舉層 即是阿大舅後面 即是那些選舉團 當然 我連黃衣都不穿的 特地穿一些普通藍色衣 就免得連累人民力量的選舉團 因為呢 因為進去 進去不能叫 我一開始站在李永達 我站在後面拿著李永達 好像他的粉絲一樣 哇!肅兵 當然不是叫 我說民建聯最最無恥 因為一開始譚耀宗就上台 民主黨就更無恥 我看到民主黨旁邊都沒有人 我免得叫他 然後到後來 最近七明年那邊 看過台最好 旁邊就是民建聯 在民建聯 後面大喊 踢走民建聯 那些師奶 懦默對著我 又不出聲 真的 所以喊到聲音就消耗了 現在破地獄 希望大家就體諒一下 多些聽一下 聽美人的聲音 就聽一聽阿Ben 或者文昌 都是你的聲音 各位 你辛苦你的 要應付那些師奶 搞了那麼久 是啊 搞了很久 真的不知道 那今集呢 首先我們講一些國際性的事情 講一些好消息 好啊 都是好消息的 好消息 因為我覺得去年 一個叫做言論自由的指標 全世界179個國家或者地區 緬甸就敗174 講的是新聞自由 沒錯 中國在上年就排行171 緬甸就非常之差 比中國更加之差 最近傳來就好消息 就是所謂的廢除這個 刊物的審查制度 沒錯 其實在8月20號開始 其實他們就頒布了新的媒體法 就是說他們由來以久 一直以來的出版刊物 全部在出版 在印之前 都要經過他們官方的審查 所以很多時候會看到 一些新聞圖片拍攝 緬甸的報章 經常開天窗 就不是報館自己所謂 而是審查機關 在最後一刻 最主要抽起 整段 整段 不准印 所以全部都是天窗 所以你看到緬甸 是事前的審查 事前審查 你不過關 就不批評出這則新聞 好像我上次在城報寫陳光誠 結果在網上版開天窗 都算厲害 網上版開天窗 沒錯 那緬甸呢 就差不多了 簡直是不讓你出版 當然最近就是撤銷了事前審查 但是大家不要這麼開心 事前雖然不可以審查 事後可以追究 如果你登了任何緬甸政府不開心的新聞 緬甸政府都可以拘捕你 都可以審查你 當然你就說 不是啊 先讓報道出了街 但你好像中國這樣 事後審查 在白色恐怖之下 那些傳媒有多開放 暫時都要去看一看 不要太樂觀 當然 所謂審查在緬甸的民間報章 是只可以假裝周報的 即是每個星期假裝一份 日報就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緬甸是否仍然這麼開放 也不是 但即是有進步 可以說是有進步 有樂觀 剛才你說了一點 很多評論都說了 雖然好像打破了一個審查 那個空間大了 但是因為審查的歷史就太久了 那些評論就覺得 會不會緬甸的媒體 已經根本沒有專業的能力 批判的技巧 如何去查一些資料 其實那個能力已經方廢了很久了 所以即使開放的審查 其實是否一定有好轉 大家都有很多懷疑 要抱這個官網的態度 當然我相信會逐步逐步開始改善 因為那些存業員 開始會避開一些那位 開始會避開的事後審查 當然 在最新的排名 言論自由審查 就是自由指標 緬甸是由174升到169 不升就反跌 跌到174 不升就反跌 跌到174 跌到好像緬甸前年的位置一樣 174非常之低 兄弟 你最近是不是看到反日的示威 沒錯 好像文昌那些很暴力的推車 你看到 是啊 我看到 你怕不怕拿著你一架日產的GTR 我不是日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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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我不是日產的 現在很多日產 那些所謂日本的品牌 其實很多都是在內地生產的 Mintana 是合資的JV做出來的 他們不給你這些單位 你怎麼養得起這麼多工人 你沒有單位 有這麼多工人 怎麼賺錢 整個消費鏈 全球化的 你猜你打日本牌子 真的打了日本人嗎 是打你自己 當然 內地的示威人士沒有考慮 就開始打那些車 推爛了那些車 在香港新聞大家都看到 誰知道 在大陸 是不給放這些照片在報紙上 甚至報導反日的示威 是清一色自開 用官方媒體的報導 即是新華社的報導 不同的口徑 沒錯 所以你看到內地實情 是不用審查你 我不用審 你用我的稿 不用審 下發了一個指引就可以了 全部這些媒體 因為內地的傳媒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基本上全部都是官方控制 所以你看到中宣部的做法 中共的做法 甚至比緬甸更加落後 所以最近 我們曾經是人民日報 大地副行的主編 叫做徐懷謙 這個人 在8月22日自殺死亡 這位徐懷謙 44歲 他曾經說過 他從來不會巴結他的上司 不會巴結傳媒的上司 他說他自己很痛苦 說了15個字 臨死的遺言 就說 敢想 不敢說 敢說 不敢寫 敢寫 就無處法 即是怎樣呢 我敢想 我敢想平反六四 敢想中共人的壞事 但你不敢說出來 只限於想 就算你敢說出來 平時文昌 文昌你知不知 溫家寶做戲 影帝哭 胡錦濤不行 但不敢寫出來 身為傳媒是不敢寫出來 就算你敢寫出來 是沒有報紙幫你登記 所以你看到 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對中國的內地傳媒 限制心灰疑難 結果就說 但我自己無法脫離體制 如果我離開中國傳媒體制 我整家人都沒有飯吃沒有飯開 所以你看到在良心 在賺飯吃之間 在錢之間 最後就選擇去自殺 是呀 最後決斷了講真話 不過死就避免不了 所以這位其實 原本被人看為中國傳媒的耳類 即講真話的編輯 都要自殺 所以你看到中國內地傳媒 大家的自由度 大家要關注 這個不需要質疑 譬如前陣子 這個東方早報才揚了 這個樓場 這個跑 整件事都是流 已經明知跑不了 是呀 CCTV已經吐了四個版本 這件事揚了出來之後 東方早報的人士即時切換 星期 在即時已經切換了社長和副總編 基本上已經即時調動了所有 即是你任何已經過了火位 或者官方認為根本不能夠接受的報道 一出了街 整個報社就會整頓 所以中國傳媒 即是中共的傳媒 不是中國的傳媒 是中共的傳媒 中國共產黨傳媒非常之可恥 緬甸新聞就有進步 反而環球時報 中央的喉舌 就質疑他 緬甸就說 緬甸改革開放都沒有得到嚴正 怎麼可以用緬甸來指責中國的動作 中國的改革是非常之慢的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搞到你的新聞自由排名居然高過我們 對呀 還說為什麼要學緬甸 緬甸有進步 不等於我們中共也有進步 就是等於大家都不洗澡 文昌兩個月不洗澡 我整年不洗澡 兩個月不洗澡 那些人說 你整年都不洗澡 快去洗澡 文昌不洗澡 文昌不洗澡 文昌洗澡不等於我要洗澡 這是厚顏無恥的道理 所以你看到中國的傳媒 在環球時報的取態 他們經常看見 其實中央沒有打算放寬言論自由 最近中國傳媒 不單止沒有自由 連愛國都不洗澡 看看一篇文章 又是在環球時報 即是人民日報旗下 算是海外版的 人民日報駐日婚社的社長 韓曉青女士 發了一篇非常火的文章 補吊人士登島 不是愛國是害國 不是吧 只是這個名字 都已經令人生氣得爆 文章大約說些什麼呢 最近他在矛頭說 香港那群人去了補吊之後 令到氣氛沸沸揚揚 各地的示威者 憤青 口號都很尖銳 令到日中兩國建交 恢復40周年的氣氛 衝到一竿二正 他的理據是什麼呢 為何這樣做是不好呢 為何補吊行動 他就說 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日本長期低息的貸款 以及一些技術的援助 他就問一個問題 韓曉青就說 中國最急需的國家戰略目標是什麼呢 是否釣魚島 當然不是 中國當前最急需的 其實是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 即是經濟 他這樣說就解釋到 為何當時江澤民可以賣光 黑吉祷島 烏索尼江爾東 先做生意先賺錢 土地人民不要緊 接著他就說 日本近年為何這麼多企業 不再在中國投資或做生產 搬去泰國、越南、印尼 其實就是擔心中日關係不穩定 他最後也說過 如果我們再把中日關係搞到這麼差 把日本企業推向越南這麼惡毒的國家 我們就慘了 還要失誤別人一腳 真是精彩 你進入武呢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他說 釣魚島的問題 中國的清朝沒有解決 蔣介石沒有解決 毛澤東沒有解決 周恩來、鄧小平都沒有好解決 很好就應該照鄧小平那一句 先放下給下一代去解決 看完我就完全明白了 其實說了真話 中共面對所有國家的問題 都是給下一代解決 不過領導先走出去 國家死活就不要緊 即是沒有民主 下一代先 領土不完整 下一代先完整 貧富懸殊 下一代先 農民生活慘痛 基層民不聊生 下一代先解決 這些是否很負責任的政府 說到他不負責任 他還有一個論點 他就說 今次人們闖釣魚島 都明知會被日本當局抓回去 只是顯得他們有行政權 這樣做是非常之不利的 只是明確地表示 日本是有行政管理權的權利 這種邏輯 有人很慘 記得我們補釣人士回到香港的船 劉剛華 走接船 接船 高調 和牛騙手 劉剛華一向自稱愛國人士 為什麼要歡迎那些害國人士呢 劉剛華根據中共的指標 你是不是害國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道歉 你選超級區議會 自稱愛國愛港的政黨 是不是出來道歉 劉剛華是做錯 支持了一批害國人士 那麼梁振英 是不是需要譴責你的好朋友 劉滿雄 捐錢給補釣人士 做害國的行為 如果根據中共的說法 你身為中共的子民 中共的奴才 是不是先道歉 是不是認錯 先看到 在今年的補釣事件前期 中共政府起碼都不敢說這些 暗暗的 到現在明確出來 就說是害國的一種做法 有一個分析我覺得都很清楚 十八大剛剛談好一些事情 即是說哪些人可以入政治局 據民就談好了 其實早前 談到火龍火錄的時候 怕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正好利用這個補釣事件 即是國民的情緒 分散注意力 好了 現在談好了 當然是叫大家 叫補釣分子 快點收工好回來 不要再在這裡搞了 這個解讀就最清楚了 但都回來了 回來了才說人害國 真是搞笑 我想也要看看這位韓曉青 究竟是什麼料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那篇文章 在日本傳媒上刊登 然後環球時報轉載 環球網 環球網是轉載的 不過 據亞洲周刊的消息 還有劉夢熊 日前都上了陶傑的光明頂 都提到 都引述了同樣的消息 就說這位 例子 來自河南的旅日 中國人韓曉青 其實早在十年前 已經加入了日本籍 那麼有趣 那名字呢 改了日本名字 叫做石川尚代 自認是日本人 他所謂的人民日報東京分社社長 純屬烏龍 因為他現在只是受託 在他自辦的小報 這個日中新聞裡面 家業 是人民日報海外版 那麼也都出現了全球最奇特 一張報紙兩個報頭的烏龍 那麼當然 很多人就說 喂 這位韓曉青其實不是擅長寫稿的 為什麼會整個這樣的大作為日本人講話呢 那麼不多不少可能都是有個別 日本利益團體操作 這是來自阿周周刊的說法 那種分析的怎麼看呢 韓曉青就是留住中國血 改了日本名字 事發之前 就叫做人民日報駐日本分社負責人 事發之後人民日報就好像滑青界線 就說你不知道哪裡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 信不信啊 那他跟保釣人士一樣 都是被人用完即興 因為這篇文章是環球時報 曾經刊在過27號 網上版本刊在過 但是登完沒來就馬上刊掉了 即是你怎麼解釋環球時報 因為環球時報 中共旗下的報紙 中共的喉舌是不認同他的言論的 怎麼會登出來呢 好像我陳光誠的文章 都開天章 那為什麼他的文章 不但沒有開天章 還要大事報道呢 靠環球日報去出口轉內銷 這招都用過不知多少次了 其實 還有你看一下 之後再分析一下 海國的行為 文昌 嗯 釣魚台是被日本控制 實際上控制了 是不是今年的事呢 不是啦 已經很久了 中共被人說他軟弱 保衛不到釣魚台 是不是今年的事呢 一樣很久了 中共最近出來解釋 我們軍隊是有能力維護領土完整的 你有能力但你沒有去做嘛 你有這樣的能力但偏偏不去做 以前就叫什麼 敵不動 我不動 日本人不動 我又不動 共同開發 各自爭議 到現在 敵動 我也不動 就是什麼 日本人派了船 軍艦 又起神社 又起燈塔 我都是不動的 那這些是否叫紙板公仔呢 中國 是沒有華老虎紙板公仔廢的呢 那當你廢 民間團體 就能登到 一個沒有回鄉證的人士 就是阿牛 阿楊 揹鬍那班 羅袖那班 沒有回鄉證 偏偏可以登陸到 中國的領土釣魚台 那這些是叫害國行為 喂 你說這個國際法 就是國際法庭 它會根據管理權 去判那個領土屬於誰 那在這幾十年 哪個國家有效管理釣魚台 很明顯 很明顯 那今次 無論有沒有補釣人士 去登島 你在證據方面 在最近這幾十年的管理方面 中共是全部輸了 那你不能賴那班補釣人士 這些是什麼邏輯呢 為什麼你不檢討一下他自己呢 那當然 沒有邏輯的人 我就吃了餅 上次有餅過李慧寧 大家在Facebook都可以 插回Nesco狂插李慧寧 最近這位 你又想插嗎 我又想插 你真是太好插 剛才 昨天又搞屍 現在又插一下 你繼續吧 最近 星期三 還是星期四 是 在AM730 李慧寧專欄 封出去草動 寫了一篇文 裡面就提到 他說 如果人民力量是不滿意民主黨 入中聯辦 達成政改方案 我李慧寧就提醒一句 這個政改方案有兩部份 除了新增加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還增加五個直選議席 他說 如果人民力量是不接受政改方案 除了杯葛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組別之外 是不是應該要不肖拿新增五個地區直選議席 是的 如果他們是末席當選的話 如果人民力量是末席當選 在五個直選區域 應該要放棄議席 因為這些新增地方議席 都是當年政改方案帶來的改變 那我想問一下李慧寧 除了人民力量反對民主黨的政改方案之外 公民黨和社民連都反對 那為什麼你叫人民力量這樣做 不叫公民黨和社民連 是因為你李慧寧不記得或不清楚 公民黨和社民連的立場 還是你李慧寧故意指責人民力量 因為黃毓民人民力量的參選人 和你李慧寧有私人的恩怨 就是被他罵過你八婆令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就不知道 那泛民是不是要求雙普選 以前是07、08、2012 甚至現在是2017、2020雙普選 民主黨有沒有爭取雙普選 以前 有 現在有沒有說2017、2020都要雙普選 是啊 一向都是這樣的 民主黨都是對現有的制度不滿意 根據李慧寧的邏輯 泛民主黨對現有的選舉制度不滿意 是不是都應該不參加任何選舉制度 包括功能組別那邊 包括直選議席那邊 因為這些全部是政府的方案寫出來 在以前三十個直選議席 三十個功能組別 根據這樣的邏輯 是不是泛民主派都不應該參選選舉 根據李慧寧的邏輯 是的 是不是應該當選了全部辭職就不做了 因為我不蝕政府的直選議席 是不是一百分之百的 是有一半功能組別的 根據李慧寧的邏輯 是不是呢 人家不是喜歡右傾右債嗎 是嗎 不是喜歡右債右債嗎 是嗎 民協民主黨 這樣 人家沒有說不玩的 現在 像李慧寧所說 現在是人力叫大家不要投超級區議會議席 叫大家投8票或者棄領票 他沒有叫人家在直選投8票 是嗎 所以根據李慧寧的邏輯是不成立的 而且民主黨和公民黨都不滿意公民組別的存在 按照他的邏輯 李慧寧應該呼籲所有泛民主派政黨 包括反對公民組別的公民黨和民主黨 都不參加公民組別的議席 都不參加公民組別的選舉 是不是呢 但李慧寧也是支持公民黨寸土必爭 支持民主黨去參加公民組別的議席 那是什麼邏輯呢 是不是自打罪巴 自相矛盾呢 而且人民力量不滿意民主黨政改方案 是不單止不滿意政改方案的內容 就是不滿意民主黨的做法 事前是沒有諮詢民友 事後是沒有理會民友的反對 甚至是沒有通知民友和所有社運人士 這個密室談判 沒錯 我將會有政治交易 是沒有了 三毛 沒有諮詢 沒有理會 沒有通知 是不滿意民主黨的做法 更加不滿意的結果就是 你說明 如果政府是不取消公民組別 你就不會妥協 結果 在沒有取消公民組別之下 民主黨不單止是爭取不到 還要擴大公民組別 公司票你沒有廢除 公民組別的議席還要增加 有加就沒有減 公民組別的人數 你還要有加沒有減 甚至說間選 誰知道是偽間選 根本就不是選一批人 再選立法會議員 也是選區議會 再無尼拉間兩個不同性質的東西 由區議會去選立法會議員 但是普通市民是沒有提名權 沒有參選權 民主黨就沒有提名權 沒有參選權 如果特首選舉 普通市民是沒有提名權 沒有參選權 民主黨將會反對 偏偏整個公民組別 普通市民又是沒有提名權 沒有參選權 但民主黨又提出 我記得旭敏答過類似的問題 答得非常簡單 他說街上有很多壞人 是不是人都不做呢 其實現在講的最大問題 就是功能組別的議席 直選的就是直選 大家就是爭取直選 你忽然叫人不要玩直選 還要什麼最後的直 不知道要怎樣計算 什麼邏輯 你都不參加直選 那怎樣爭取直選呢 一向泛民主派的做法就是 杯葛的那些不合理部分 包括人民力量 整個年代就不參加功能組別 但是會參加合理的部分 即是直選的部分 嗯 比例對於直選一人一票的部分 那李偉林的言論 就和一向泛民 反對和杯葛的那些 非功能組別 不合理部分 支持合理部分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李偉林對泛民的歷史 泛民的抗爭路線 是不認識 先寫這些不知所謂文章 還是因為你 凡有詩怨 見真的有人民力量 和毓文呢 就邏輯混亂 思想有志 所以李偉林 其實平時我批評他平時OK 質疑都算是這樣 你說他外表 不是 平時作邦 他OK的 即是外表都很美女 最帥的 但是一說人民力量 一說黃毓文 他就變成另一個人 智慧是大跌的 邏輯突然很混亂 所以你見到李偉林 你怎麼做一個合資格 合格的時事評論員 其實我教他 不用寫得那麼辛苦 他直接寫 我很討厭別人 我很討厭別人 佛抄二十次 就交一篇稿 佛抄一百次 李偉林 寫一些文章 不合邏輯 我相信編輯又不可以不寫 那你編輯自主 他又不可以讓他不寫 言論事由 但是問題 死平太低 李偉林 真的不能將一些 新增的直選議席 和超級區議會公民組別 混為一談 因為那邊還有十五個 區議員的提名門檻 司馬民想參選都不夠 的確那裡是有個問題在 即民主黨這樣 他原來不給司馬民 對不對 這麼大方 李偉林 我提醒你一句 今次這篇文章 面是別人給 假 就自己丟 丟 丟 要丟一下他 下次回來 下次回來 下次回來再丟 啊 批褲俠 就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這個有錢女的身上 怎知道有錢女才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所以我告訴你 你選對一個女人 世界就不會毀滅 所以世界的邪惡要擺平 首先就是要懂得選女 I can't let it go 星期一晚10點 One like Stan 戀愛小天號 五樂韻 搭上學生妹會長 Souho 敢like 只有Stan I can't let it go 應該這麼說 應該對於每一個男人來說 選一個對的女人 更難得拯救世界 香港最教學 以惡搞創作為主題的手機保護套 由創作達人Cusson、馬田、鑑蠟絕吻 聯同Demo Canvas CoreSofer推出香港最教學 自由創作任你發揮 一套在手 即時為你的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提升級數 支持自由創作 支持選擇自由 歡迎選購或者來稿訂製 保證美國用料 香港製造 詳情請上 www.ionlicu.com 或者創作達人Facebook專頁 看看吧 西貢White Black Cafe 選用具意識風味的Pascucci專頁咖啡豆 沖調出品味獨一無二的Flat White 招牌咖啡 放向腹肉的Rose Latte等 被譽為全西貢最有水準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購綠色露天田園茶座 隨時都享受到 仿如自身外國咖啡店的休閒時光 更設有私人派對Party Room 寬敞而且私隱度高 約一群朋友 或者帶寵物來開Party 喝咖啡都一樣對 White Black Cafe 西貢普通道62號地下 訂座電話 3113-6088 3113-6088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呀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呀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都沒用 不如你手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反押先機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 蘇豪 林康正 阿斌 麥仔 最近阿斌 都算很忙 所以兩個星期都沒有空 先拿著今天 也沒有空去剪輯我們 那些聲帶 沒有製造精膏 沒有生規 不要緊 最近阿斌想更新學問思潮的消息 沒錯 今集的確是錄音 現在是星期五 昨天星期四 學問思潮在旁晚時間 下午宣布開始絕食 其實我一看到的新聞 就覺得他們真的太偉大 我真的要說這句 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犧牲 沒錯 而且他們初步計劃絕食到星期六 但並沒有設為死線 因著情勢發展 可能會繼續絕食下去 其實當晚 看Facebook 也好 其他討論區也好 可能有些社運人 或者其他人士 加入絕食行列 自己絕食 沒錯 聲援他們 在星期五早上 除了各大政黨的人 都會去探討他們之外 CY也會去探討他們 老實說 看新聞片段 小小吵架收場 為什麼會吵架 最重要是CY下去 有跟黃之鋒等等的人聊天 但是CY完全沒有慰問過他們 關於絕食等 只是對記者說 大家注意身體安全 下雨 因著有雷暴 說這些事情 不刻劍 亦是站在旁邊 整隻狗 有什麼意思 下雨就說 要小心有雷暴 是啊 文昌 等於你出街 沒有帶傘 我就CY 我不直接問文昌 你沒有帶傘 有沒有打濕 沒有 只是跟你媽媽說 文昌你有沒有事 文昌有沒有打濕 但明明看到你 因為叫做show 對 還要跟我們說話